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2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新闻首先来关系的是台风动态 今年5号中度台风杜苏瑞 预计周三周四影响台湾最大 而东半部地区也将会进入路上警戒区 预计将会为花冬带来惊人的雨势 那么也特别提醒民众做好清沟清浴的作业 而沿岸浪大 海巡署也对于沿岸禁止区域 也拉起了封锁线 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今年第5号中度台风杜苏瑞 中央气象局已在周一晚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并在25日周二下午 针对恒春半岛及屏东发布路上台风警报 台风中西目前在尔鸾鼻东南方海面 暴风圈朝巴士海峡接近 预计周二晚起 花冬将开始感受到明显雨势 尤其以周三周四影响最大 提醒民众把握周二下半天做好清高清淤作业 沿防大雨带来的烟水 我们花莲就会在迎风面上面 那台东也是在迎风面上 所以这一次我们整个预估在花冬这个地方 雨是蛮强的蛮多的 两天大概会下到山区会到1000 然后平地大概要五六百 所以整个这一波的情形看起来是 雨的影响会大于风的影响 所以整个就是民众要防范的可能就是下雨 然后还要去清淤 就是说你们家如果有水沟 有什么地方会堵塞的时候 就趁现在天还没有开始下雨就赶快就把水沟清淤一下 让它水可能比较容易宣泄 然后就比较不会容易积水 因为现在看起来每小时的雨量应该都还算蛮大的 整天的雨量相当的大 我们可能预估在花莲这边可能有到好雨或是到好雨一个等级 所以我们花莲也会受到它的路上台风影响 我们也会在路上的台风警戒区里面 所以这个台风对我们来说 可能雨的影响真的会比风的影响大一点 因为我们还是比较靠近它的七级风半径的边缘而已 但是雨整个扫进来刚好就是在我们那个淫风面上 然后它的螺旋云大概是一批一批的进来 所以我们这一次预计花冬的雨会相当的大 目前台风路径持续向台湾逼近 花莲海边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已开始出现长阵风及长浪 为避免游客因游气细水或观浪不慎遭浪吞噬等意外 海军署也针对重点区域实施观浪劝离 并对沿岸禁至区域拉射封锁线执行管制 花莲县政府针对杜苏瑞台风 已发布花莲县境内海岸及港口为管制区域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有强阵风及长浪发生 为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海巡署在此呼吁民众切勿擅闯管制区域逗留及关浪 以为自身安全 若民众擅闯该区域 经劝导不离去者 可依违反灾害防救法 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还 提醒民众切勿靠近海边及跨越封锁线 避免发生意外 提醒民众持续留意台风天气动向 记者长方燕大华联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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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